1957年贵州省爆发甲型H2N2流感 之后疫情扩散并蔓延到香港和世界其他地方 世卫估计这次被称为亚洲流感的全球大流行疫情 全球大约200万人死亡 后来H2N2病毒变种成为H3N2 1968年在香港爆发 我们监察中心就首先将这个病毒发现了 我们就寄了去美国和英国那方面再进一步检查 发现这是新的流行性病毒 因为新的病毒发现 当时很多人的变异力都未有 当时一发生很多受感染的人士 去政府的门诊部排队看医生 据报当时本港感染人数多达50万 占人口近百分之十五 不过死亡率不高 疫情由香港散播出去形成全球大流行 因此被称为香港流感 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估计 疫症导致100万人死亡 大约十分一的死者都在美国 而65岁以上感染的人较容易死亡 较近期的一次全球大流行 就是2009年爆发的H1N1人类株流感 当年4月先在墨西哥和美国出现人类确诊个案 之后逐步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香港在5月出现手中确诊 由于来自墨西哥的患者曾经住过湾仔维景酒店 整间酒店里的人要隔离七人 本港当年有三万多宗株流感确诊个案 85个人死亡